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七月二十二號 在個人的網站上傳了一張手拿護照的自拍照 並且簡單寫著 我拿到了護照 這是他自二零一一年 在北京機場被逮捕 護照被沒收之後 第一次拿回護照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就選 在同一天宣布 這一位四年來無法自由旅行的藝術家 將在九月份出席在倫敦舉辦的 艾未未藝術大展 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胡鬚斑白 視線看向上方的藝術家艾未未 在個人Instagram上傳這張自拍照 並寫下 今天我拿到了護照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 在2011年4月在北京機場被警方拘留 遭指控逃漏稅 拘押長達81天 釋放後 她的護照被沒收 禁止出境 連她在國外的展覽都無法出席 更不要說德國柏林大學發給她的授課邀請 艾未未拿到護照後 又公開了數張洗好的大頭照片 根據上頭的文字 艾未未有可能啟程前往老婆兒子居住的柏林 以及即將舉辦大型各展的英國和美國 這幾年期間 艾未未雖然無法走出中國 依然在她北京的工作室中繼續創作 甚至錄製單曲 拍MV 紀錄片等等 並在國際上 成功展示她的作品 2015年 艾未未與中國官方的關係 似乎不再緊張 6月份開始 她在北京四家一廊 連開三黨不同主題的展覽 並親自出席開幕酒會 儘管展出作品經過官方審查 缺少了她一貫批判政府的強烈態度 但艾未未透過收集的古文物 明朝建築及瓷器 持續用不同視野觀察中國社會